高雄大學一名女大生 去年二月晚上在校內 遇到柯姓男子問路 简稱柯南 不是這個柯南 對方離開後 女子發現自己的外套 有黏黏的液體 拿衛生紙一插 嘿呀 發現是經驗呀 氣到通報校內教官 但沒有抓到人 過了一個月後 柯南實學滋味 又到了高雄大學 借故問路 今時是要性騷擾另外一名女大生 女大生氣到報警 柯南當場被逃 潮頭地獄先後以 妨害風化罪及性騷擾罪 更判處拘役30天 及拘役50天 可一顆罰金3萬元 以及5萬元 動新聞高雄報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